耶 欸老闆在挑什麼啊 蝦米啊 我真的不能吃蝦米 蝦米很臭 蛤 哪有啊 你很誇張欸哪有 那就是CAMPOP好吃的 沒有 我老闆 就只吃櫻花蝦不吃蝦米 蛤 蛤 歡迎收看瓜吉品味王 已經到了第二集了 我們第一集 可是家評如潮啊 資金呢 已經突破了這14萬了 因為呢有可能 還沒有人看過第一集 這部分呢 再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這一集的 企劃的終止喔 就是呢 因為我們老闆啊 是一個他不是貴的東西 就不吃蝦米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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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能這樣講 沒有沒有 再讓我解釋一下 我怕觀眾不知道這個企劃 這樣子 你的反應跟我想像中的一模一樣 所以呢 我們要在這個盲測之中 讓老闆知道 评價也是有好東西的 對 就是我們這個企劃的宗旨 為了讓我們老闆知道 平民的生活也是有很好的評位的 但是呢 在這個企劃裡面 你還是要幫我們選出最貴的東西喔 最重要的是 你今天要拿什麼出來賭呢 你先把那個箱子拿上來 怎樣怎樣 我要把它裝進去啊 讓我去拿一下好不好 什麼梗啊 沒關係啊 拿下去 沒關係啊 我對我來講最貴的東西 可以了嗎 我對我最貴的東西 有什麼東西 你做得好嗎 我做得好嗎 你做得好嗎 我做得好嗎 你做得好嗎 Pasta Hut 紙包美味 就愛這一味 全新商品必勝客Pasta Hut 紙包飯 就是這個溫度 米綠醬汁完美融合 氣色好濃郁 好想吃 海鮮料好多 好用人 紙包封烤 醬汁濃郁 美味層次更豐富 簡直就是被披薩蛋污的義大利餐廳 今天不想上班嗎 發味的便當吃膩了嗎 哇 必勝可Pasta Hut 紙包飯 讓你輕鬆擁有最尊榮的美味享受 即日起至4月25日前 平日限定買一送一超狂優惠 只要透過PK雙獎卡APP 點購紙包飯 就可以獲得免費 消費一個人披薩一個 雙重義式美味一次擁有 我的外國人 不知道 我沒有發 只包美味 就愛這意味 我的天啊 老闆你賭光了 這是什麼 當我開始說我對玩DJ有興趣的時候 我所買的第一台DJ盤 價值 400塊錢美金 而且從海外運過來的 因為台灣沒有買 哇 哇 四百 重上升 我DJ生涯的起點 所以呢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不是櫻花蝦 它可是不吃的啊 喔 櫻花蝦 耶 我先解釋一下 我對櫻花蝦沒有什麼特別的思綴 你有 不是 聽我講 我不吃蝦米 也是 對 因為我跟你講 我如果以前吃那種台式的肉粽 不是有時候會包蝦米嗎 對 我一定會挑掉 因為我覺得那蝦米味道好餓 它的海味有點太重了 重到你會覺得有點不太舒服 但是櫻花蝦它是非常 呃 帶高雅 然後細節的那個味道 你就喜歡高雅 沒有… 好的 我們準備了這三款的櫻花蝦炒飯 Yes 然後呢 它有正櫻花蝦 以及其他兩款呢 是餐廳裡面會混來用 當作櫻花蝦的蝦皮 啊什麼叫做混來當作櫻花蝦的蝦皮 有些人說是櫻花蝦炒飯 但用的可不一定是櫻花蝦呢 我們今天這三款的炒飯呢 它其實調味跟烹調方式差不多的 來老闆你對這個櫻花蝦的評價 你有信心嗎 因為我真的沒研究 但是我覺得 我用美食家的這個精神去挑戰它 反正東西吃起來 有深度 有韻味 口感是好的 就是一定是好東西 如果它是超級便宜貨 這個廉價的味道我會吃出來 喔~~ 廉價中間了 我要 我要拆捕廉價貨 他媽跟老闆這麼多年了 是的 你是不是一直聽到老闆說 他不吃一般的蝦皮蝦米 只吃櫻花蝦 沒錯 就是老闆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 其實就是沒有在整他 我們就真的去拿 各種東西來給他做比較 因為要整你就不會玩這種小麥 打 沒錯 那什麼時候 老闆不得不讓他吃到 不是櫻花蝦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要點什麼 然後他吃蝦米 然後我就老闆因為要櫻花蝦 然後櫻花蝦炒不來 在這個評測之前呢 我跟你講 今天因為我已經先了解 這個櫻花蝦跟其他蝦皮了 如果你今天沒有猜中這個櫻花蝦 我頭再給他剃掉 喔真的嗎 他剃頭 蛤 欸欸欸 為什麼 殺小 我跟妳講 剃頭 我跟妳講一件事情 如果是馬拉西要剃頭的話 我問妳 懲罰到我嗎 沒有 沒有 我沒有說要懲罰耶 你知道 我事實上覺得好好笑 但是 但是馬拉西可能會覺得 因為夏天要到 所以他覺得很漂亮 對 妳看 不然不要洗 但是誰會受到懲罰 不好意思 鏡頭後面那一個 是我受到懲罰嗎 那我們 櫻花蝦的評鑑呢 第一階段 視覺 開始 好 來 我剛剛大家稍微看了一下 純就視覺上來看 我個人認為呢 這個看起來最像是評價的 它目前關於這個蝦子的形狀 本身都已經非常的破碎 而且也相對講比較小隻 比較乾扁 所以看起來就不太像是好吃的樣子 我認為好 那這個呢 個頭 比起這個來講大很多 形體的也比較完整 看起來就像是品質會好上一點點 可是跟這個比起來 它有一個關鍵的不同是 它的整個通體是比較偏上白色透明的感覺 這個顏色呢 則是比較偏紅 然後 而且還有一點點層次的感受 所以你認為 誰是櫻花蝦呢 我覺得這個應該看起來比較好 是優質的東西 你不敢直接斷定它是櫻花蝦 我不敢 因為我不知道櫻花蝦的定義是什麼 我跟妳說不定 妳說不定 蠻謙虛的這個 我沒有整理喔 我沒有整理喔 第一階段視覺的部分呢 老闆是覺得B目前是最高價 對 B應該是高價 下一個階段呢就是嗅覺的部分 好嗅覺的部分 我們一樣從A開始好不好 好 嗅嗅 你聞久一點讓他們客氣看 瞎味 謝謝 你很認真在聞耶 因為你鼻子不好 對不起 有答案了嗎 好 我大概來講 我覺得這一款的蝦味海鮮感 其實特別的重 但是於是論香氣來講 我覺得沒有很強烈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維持我原來的想法 它應該是偏平價 偏比較 就是比較便宜的東西 然後這兩款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它除了蝦味海鮮味之外 其實它各自有一些獨特的 微妙的香氣 所以我覺得這兩款 應該還是比較好的東西 不過我覺得比較微妙的事情是 它的蝦味比較輕 香料感比較重一點點 這個的話呢 我覺得它的蝦味海鮮味 跟它的香氣呢 是我覺得是比較平衡的 聞起來還有一種酥油的味道 就是一種油香味 感覺就是比較 比較好 第二階段秀的部分 我們老闆是選給誰呢 我覺得還是這一個 B 對 你就是喜歡這個B 對 好B 好B啊 好B 絕是好B 好的 那我們緊接著要到最後的階段了 就是味覺的部分 這杯湯匙 很飽 這個應該不是只有放在上面 是炒飯的時候都已經有 對 它其實有在裡面 我先吃單純只吃炒飯 我先吃炒飯就太多了 好 我再吃一下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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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很特別 不若熟透 完蛋了 老闆你一定要猜對了 你吃 我真的是最怕的那一種 不要這個時候搞了這東西 剛開始不是很確定的嗎 這個好好吃喔 一定是這一個 其實我覺得A這個炒飯呢 它是好吃的炒飯 所以可見料理的手藝是相當不錯 可是我覺得與其說我吃到蝦米的味道 不如說我吃到黑胡椒的感覺還強烈一點點 它上面所放的這個所謂的 不知道是櫻花蝦還是什麼的東西呢 對整個炒飯的加分來講是非常小的 但是這個呢 我光吃炒飯的時候 我就已經可以感覺到 它就不是一般的這種蛋炒飯 它其實已經有一些海鮮的味道在裡面 我剛剛單獨的 把這個蝦米 放在嘴巴裡面去咀嚼 它還有一種甜味 這個甜味跟單獨咀嚼這個時候的感覺 不太一樣 你去不去有筷子啊 我先用兩難 兩難啊 對啊 蝦米有點吃的問題 不要酸酸酸酸 不要酸酸酸 不要酸酸酸酸酸 我覺得B咬到嘴巴裡面去的時候 它的口感就非常的好 它有一種酥脆的 吸飽了油的感覺 嗯 然後 甜味海鮮味 我覺得都蠻強的 我決定 我答案B不改變 我還是要選擇 B B 確定喔 不能改變了喔 不能改變 好的 那麼在我們揭開正確解答之前呢 其實我們也有去找廚師 我們來瞭解一下櫻花蝦到底有哪些特性 我們請老闆來看一下我們專家的影片 跟Jey介紹一下 這三盤分別是 我們買到的 正櫻花蝦 在迪化街買到的 一隻大櫻花蝦 我們用了非常多的話術 問了說 這你叫做櫻花蝦嗎 沒有 這是大櫻花蝦 櫻花蝦它基本上產量非常欣賞 那基本上它只有兩個地方有產 就是東港還有日本 然後這個是刺猬青蝦 這個櫻花蝦呢 從視覺 嗅覺到味覺大概它有什麼樣的特性 最簡單的方法辨認 就是它摸起來 不會很刺 因為它的前端是沒有刺的 一般的蝦子的話前端都會有刺 刺 算是在刺 做Reaction 什麼是那一種 刺訊教學 聽你做Reaction 它的槍氣也不太一樣 基本上 有些蝦皮啊 或者是有一些 一般的蝦米之類的 會有一些ammonia的味道 它有一些可能會雲木混珠啊 用一些染色劑的方法 紅色五號之類的 去做染色 然後看它有些 它會不會有半透明的感覺 然後呢 它的尾巴這邊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亮斑的亮點的地方 要仔細看 你要顯微鏡之類的 不是 直接看就可以 那櫻花蝦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呈現比較暗紅色 然後它的尾巴這邊呢 在飾的時候 基本上它是有一些斑點的 那櫻花蝦 叫櫻花蝦的原因 基本上是因為 11月到6月 那就是櫻花產季 所以取為櫻花蝦 還有一種浪漫的說法 就是因為它會有 紅色的斑點 是暗黃色 在海洋中 像櫻花般的綻放 那它吃起來的味覺跟香氣是差別的 它吃起來的話 它會比較脆口 而且它的香氣跟濃郁 比較深層有味道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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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有講到一些點我覺得蠻對的 他說為什麼叫櫻花蝦 當然除了一些它本來的 一些浪漫的故事的起源之外 還有一個點是很多人都說 因為它的表皮 其實是有一些紅色的斑點 或者是什麼 什麼點 嘿 所以那才叫做櫻花蝦 欸各位 剛剛我是不是有講了 其他的櫻花蝦 剛剛擺在這桌上的 很多都是怎麼樣 無色 白色 看起來很蒼白 看起來就像便宜貨 可是只有這一個 哇 顏色 通體 是怎麼樣 是有一些變化 有些色澤上的變化 但有一些暗紅的色彩 這一個 在這可以 好 我們準備要來公布 我們正確的解答 來啦 究竟老闆這一台 市值四百美元的 這個DJ盤 最後會流向何處呢 我們正確解答就是 B 你是聖的迪惠王 超棒的 超棒的 可以台幣三集耶 我們正確的懷疑老闆 太棒了 太棒了 你真的嚇死我耶 好的 那我們一一來揭曉 我們這些蝦皮 AVZ使用的蝦皮 A呢使用的蝦皮 就是刺蝟青蝦 然後它是市面上最常見的蝦皮 然後呢 它其實原本不是這個顏色 是被染紅的 所以它其實真的是市面上常常被 餐廳拿來當作假櫻花蝦的櫻花蝦 等一下 可是它所謂的染紅是被什麼 是 是食用色素嗎 還是其他一些 食用色素啦 天啊 所以其實你只要拿去泡水 它就很明顯 它的水是紅的 好的 我們A的價格呢 它一克是0.87元 C的話呢 它是大櫻花蝦 一克是1.07塊 但是它的話術很有趣 它會一直跟你強調說 它是大櫻花蝦 沒有 我也沒有騙你喔 它不是真的櫻花蝦 它是大櫻花蝦 但聽起來好像還比正牌的櫻花蝦 還有再好一點點 因為它是大的 再來呢是我們B 它是正牌的櫻花蝦 它價格多少呢 一克是2.67塊 哇 這一集呢 恭喜老闆 耶 恭喜大家 好啦 那今天的瓜奇品味網 就到這邊 創作片版結束了 耶 然後也希望呢 觀眾看了這支影片 之後呢 可以知道 辨別真正的櫻花蝦是怎麼樣 如果呢 你還有想看我們老闆 品味什麼東西的話 或是對櫻花蝦有什麼見解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最後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 好啦 下一集見 掰掰 掰掰 如果不講的話 他們剛剛吃不出來的 我覺得我配早飯 真的覺得你吃太多 剛吃才吃得出來 老闆 大家都要稱讚你 是最佳的品味 因為他們都吃不出來 我們完全吃不出來 你真的很嗆 好 很奇怪 太好了 好 老闆收尾吧 嗚嗚 嗚嗚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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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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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rt key